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有三十课度工作室制作 我是林宇 也是何家荣 499集 怎么样 现在你们认输了吗 林宇说话的声音并不大 但是暗加了内息 在场的一众同学都将他的话尽说耳中了 刹那间整个场馆迅速地安静下来 所有人都满怀期待地望着场中的金宇炫和崔金国 金宇炫紧紧地咬了咬牙 脸上写满了怨恨 不过他看了一眼地上一直用眼神祈求他的师兄 只好点点头不甘心地说道 我们输了 那你们就可以履行赌约了 从这儿爬出去吧 林宇接着说道 我 我愿意 金宇炫重重地点点头 满脸推然 那你呢 愿不愿意 林宇帮崔金国取下了脖子上的银针讯问道 愿意 崔金国呢一脸地哭向他知道这要是爬出去就要给他师父和大汉民国丢尽了脸了 不过呢他也没办法要是不答应的话说不定林宇会把他扎成摊子呢 行了 那 两位 请吧 林宇将崔金国身上的银针细数拔出来 随后做了一个请的手势 同时晃了晃手里的银针 显然如果这两人不听话的话 林宇会用手里的银针帮他们一把 崔金国和金宇炫无奈地互相看一眼 便转过身来轻轻地扶在地上 手腿并用 缓缓地爬了出去 整个体育馆再次地爆发出了一阵热烈的欢呼声 很多人拿出了手机摄像 照相 记录这一刻 一众学子脸上写满了感动和民族自豪感 他们知道 从这里爬出去的 不只是崔金国和金宇炫两个人 而是代表着所有的寒医学 他们此刻由衷地为祖国感到骄傲 也由衷地为中医感到骄傲 同样的 他们也无比地为自己是一名中医学子而感到骄傲 等到崔金国和金宇炫爬出体育馆外 体育馆上突然响起了一个响亮的声音 何家荣 何家荣 随后有几个声音跟着附和 何家荣 何家荣 再然后越来越多的人也跟着高喊起来 何家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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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个中医大家互相看了一眼 忍不住摇头笑了笑 看向林宇的眼神中满是惊畅 同样带有一丝敬重 就是这位年轻人刚才帮他们 帮中医 帮华夏 挽回了差点丢尽的颜面 接下来我们有请何家荣 何医生 为我们做一场演讲 大家掌声欢迎啊 一开始对林宇不太待见的海静 一此刻也赶紧笑脸相迎了 主动让林宇给大家做一番演讲 其他的中医大家也都没意见 纷纷地鼓起掌来 林宇推脱了一番 便再没有推辞了 结果话筒讲了起来 由于这两个寒医学成员的突然闯入 让今天的宣讲会 起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 一帮学生算是彻底地记住了 中医的伟大和神奇 同样的 他们也彻底记住了 回声堂和何家荣 散会的时候 好多学生纷纷跑过来和林宇合影 临走前药王和其他几个中医大家 也都给林宇递了名片 期待以后还能再次与他相会 第二天开始 京城甚至华夏各大媒体网站上面的头条 便布满了林宇教训韩医学成员的新闻 一时间 何家荣这个名字 广为人知 哼 养我中医神威 就凭他 什么狗屁啊 此刻 张家 张一红看到网上有关于林宇的新闻 愤怒地把手里的手机扔到桌上 想起上次被他踢中的那一脚的情形 他的心头怒意滔天 恨不得将林宇生吞活泼了 少爷 您别跟这种人一般见啥 这个时候他的助理赶紧走过来递给他一个镜子 说道 这还有两颗牙齿就全部种植完成了 我今天下午帮您约了牙医 您该可以吗 张一红点点头 对着镜子照照自己的牙齿 林宇的那一脚给他踢掉了七颗牙齿 直到现在他还没有完全种完 照照照你还有脸照 我才几天不在家 张家的脸面都让你给丢尽了 这个时候 门外突然快速走进了一个与张一红长相相似的中年男人 对着张一红怒声喝道 这几天他去外地出差 刚回来便听到儿子被人打得满地照牙这件事情 而据说已经是大半个军政界都传开了 他忍不住满腔的怒火 爸 这次是我大义了 张一红看到父亲后脸色一变 慌张挺直了身子战壕 低着头满脸自责 大义 张又安冷哼一声 我要听的不是这个 我关心的是 你能不能把张家的脸面给我找回来 放心吧爸 我一定会帮张家把脸面找回来 张一红一挺身子 满脸地严肃说道 我听说 这个何家荣身手不一般 竟然在你之上 张又安皱着眉头 儿子的身手 他可是知道的 诺大京城里年轻一辈中 能找出与儿子身手匹敌的 还真挑不出几个 这也是他为什么 没有多责怪儿子的原因 其实我 我俩应该是能够打平手的 但是我太亲敌了 所以被他抓住了机会 张一红硬着头皮说道 需不需要我帮忙 不需要 张一红眼中闪过了一丝寒蟒 冷声说道 我自己的事情 自己会解决 绝不给家里添麻烦 老爷 外面有人求见 这个时候 老管家突然从外边走了进来 恭敬地对着张又安说了一声 谁 张又安冷声说道 他自称是万家未来的家主 万维臣 管家急忙说道 因为没有人敢随意冒充这种大家族的人 所以他也并没有具体核实 万家 我们家与万家 好像没什么来往吧 张又安听到万维臣的名字 颇有些惊讶 你没问问 他过来干嘛吗 我问了 他让我跟您通报的时候说 跟您有共同的敌人 而且 还有对付敌人的庙方 让您务必见他一面 管家如实汇报 共同的敌人 张又安皱皱眉头 有些疑惑 不过还是点点头 叫儿子一起走了出去 哎呦 张长官 你好你好 万维臣手里拎着一个 罩着黑布的铁笼子 和一个小型的公文包 见到张又安之后 他急忙放下笼子 走过来 主动地和张又安握手 对于这位在海军陆战队 大名鼎鼎的人物 他自然得恭敬有加 万总 你好 张又安也客气地 称呼了他一声 胡疑说道 您这次来 是有什么事吗 其实我主要吧 就是想探望探望张少爷 万维臣看了一眼 脸上仍然带着淤血的张红义 呵呵笑道 张少爷 听说你被何家容那小子偷袭了 张红义面色一变 虽然他非常反感别人提起这件事情 但是见万维臣用偷袭两个字 便点点头承认下来 这小子不是一般的阴险 仗着自己学了一些功夫 到处惹是生非 不瞒你们说 我也被他打过 万维臣为了和张家拉近关系 厚着脸皮便把自己被淋雨打这事说了出来 不过想起那一天 相比较愤怒 他更多的是恐惧 那种宛如蝼蚁般被淋雨捏在手中的恐惧 B 再见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